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forms 那我们知道这个form elements 基本上它是一种 html element 它的特色就是它可以接收 user的input 那这些user的input 可能在打的过程中 里面的form 这个element里面的state会变来变去 比如说我们之前看过的 input 这一个element 就是让user可以输入一段简短的字 那在输入的过程中 那这个form里面去记录 目前输入的字的state 就会一直变来变去 对不对 那传统上来讲 就是若你不用react的话 那这种element 基本上是一种element 然后它会拥有自己的state OK 那这些state 基本上是被谁管理的呢 是被form element自己管理的 那传统上我们要怎么样去access 这些state 我们是透过method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好了 那我们先在某一个component里面的jxx 在render里面 我们写一个form OK 然后在这个form里面 我们define一个input element OK 那这个input element 基本上就可以让user去输入一串字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type 如果是text的话 那就是让使用者输入一串字 那我们要怎么拿到这个字呢 想想看 我们在传统上来讲 如果你要写个javascript的话 那基本上你是要先selectelement 然后by id或是by tag 或者是用这个query selector 然后想办法拿到这个input的这个doom element 在javascript里面 然后去call.value去拿other value 对不对 好 那在这个react里面 我们要怎么样拿到用这个jxx写的这个doom的这个element呢 那其实做法也很简单 就是你就是在define 在jxx里面define这个input的时候呢 你多一个attribute叫做rem 就是reference的意思 OK 然后这个reference你后面要给它的expression呢 基本上是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呢当react 它把这个input真的render到doom tree上面的时候 它会call你这个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呢 基本上它pass进一个parameter 就是这个input的doom element 可以吗 那这个后面的body 看你要怎么做都可以 在这边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记下来 记在这个thiscomponent里面的这个member 叫做input element 然后让它assign 变成是这个element 可以吗 那你就拿到了这个input的element 可以吗 好 那你拿到了它了之后呢 你在你的这个component里面的某一个这个method 那你就可以 比如说你就可以拿到它的value 比如说这个form 未来如果submit的话呢 那submit的话你会希望看看说 那这个input 那可能书的值呢 是不是对的 对不对 你可能会希望 从这个input里面去拿value出来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call this.input.el.value 可以吗 就跟我们一般在使用这个普通的javascript 是一样 因为你已经拿到了这个input element 当时这个reference的callback 我已经把它记下来了 可以吗 那你也可以对这个input element去call它的一些functions 比如说blur 那就把这个input的focus取消掉 这样子 可以吗 好 那在react里面呢 有另外一种写法 OK 那这个写法是比较被建议的 那另外一种写法呢 你如果这样写 我们就叫它是所谓的control form element 那上面刚刚我们讲的这种方法呢 是所谓的uncontrol的form element 好 那什么是control跟uncontrol的form element 我们先来看我们怎么control它 好吧 比如说我们在react我们也可以这样写 就是我们在这个jx里面 写一个form的时候 我们在definite这个input的时候呢 我不用ref 我不把这个doom element记下来 我直接呢 让这个它的value 在这个actual里面它的value 直接呢就把它assign成是我们state里面的input value OK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代表的是在html里面 它就看到了这个value等于某一个值 对不对 所以这个input里面的秀出来的东西 就会永远跟你state里面的这个input value的值 是一模一样的 OK user就会看到 他看到这个input里面的 就会是这个state input value 可是如果user要去改这个input value怎么办呢 那html里面的这个input呢 也有一个这个event 它叫做unchange 然后你就让这个unchange呢 让它变成是你这个component里面的某一个handle了 比如说我们这边让它是 handle input change 然后在这个input change里面呢 当user去enter新的东西的时候 去改这个值的时候 我就怎么样 我就去call set state 我就去改变我的state 然后让我的这个input value这个state呢 跟这个目前 这个input里面所接收到的新的value 是一致的 那因为你set state 所以set state完了之后 你的state会变 对不对 所以这个input呢 因为它的value就一定要等于state 所以因为你的state变了 所以这个input里面 显示出来的那个字也会变 可以吗 好 那这样好像 绕了一个弯 对不对 就是你去lessononchange 然后change完了之后改state 然后state完了之后呢 那让这个value又跟state一样 所以你才看得到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循环中 那你就把这个input value 记在这个component里面 OK 记在写这个jxx的component里面 而不是记在input这个element里面 对不对 这个input的element 有没有办法自己去控制这个 这个里面的值 然后让它跟这个component里面 所记的这个state input value 是不一样的呢 就没有了 对不对 你就变得是你强迫它 一定要显示出来的值 跟它里面的state呢 要跟我现在这个component 所记的这个this.state.input value 要一模一样 对不对 所以就等于是怎么 你就把这个input里面 它自己掌管 自己state的这个功能 废掉了 懂意思吗 你就把它拿到了这个 这个你写的component里面 去掌管这个state OK 好 那其实 这个facebook是比较 recommend这样子的写法 好 那这个也蛮蛮合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这样写的话 好 那基本上你的这个input 你怎么去控制这个input 就变成是declarative 对不对 因为你所有的东西呢 就写在jxx里面 OK 你看我从value就可以知道了 然后就是 它的值呢被control了 对不对 要跟state一样 然后这state如果变的话 去call我的这个handle input change OK 所以你看jxx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component怎么跟这个input的这个element 做互动 全部都写在这个jxx里面 或者是这个input的props里面 虽然这个input是html定义的 对不对 可是它的implemented 如果今天这个input是我们自己写的component 那这些所有写的value啊 unched的东西 全部都会放到props 那个property里面 对不对 好 所以你看jxx 你就可以知道 那component跟component之间是怎么互动 可以吗 所以这样子的写法呢 就比较所谓的declorated 可以吗 好 那这个在这个facebook里面是 这个react里面是比较这个recommend 就是facebook会比较recommend 这样子declorated的写法 你如果是用刚刚这个reference的话 那你就直接拿到这个 这个input yield的doom element 然后你去跟他interact的方法 就是去call method 对不对 比如说去call他的member 或者call他的math 这个method你没有办法在看jxx的时候就一目了然 知道意思吗 所以这个是non-declorated的方法 那下面这种写法是比较declorated的写法 OK 那因为这种比较declorated的写法呢 基本上你会把这个input自己去manage自己这个state的功能 把它废掉了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他没有办法自己去manage自己的state 他必须要靠着你的component来manage他的state 那这种被management的这个form element 我们就称他为是所谓的controlform element 可以吗 那实物上来讲你在写的时候 那两种方法都可以写 那这种方法当然你优先考虑 就是优先考虑用所谓的controlform element 不过这个方法还是有一些局限 就是他的写法会让你的jxx看得很清楚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比如说这个form如果summit的时候 然后你希望呢你去对这个input去blur它 把它的focus取消掉 那这个时候你的blur它一定是method 你懂什么 所以你就那个blur的call 你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方法写 你就一定要用刚刚这一页 你要得到一个reference 然后把这个doom记起来 然后去call它的blur 那这个blur这一行就没有办法做 不过呢如果你只是要拿它的value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就尽量使用这种写法 可以吗 你在trace我们的这个helloreact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的确有一个这个 在trace我们未来的这个project的时候 那像这个我们之后会讲的这个 这个weather mood这个project 那你会发现我们在处理这个input的时候 那就会两种方法都交互使用 这样可以吗 不过我们会优先考量这个所谓的control form element OK OK 拜拜